凡事鳞是从石油当中提取而制成的 那根据用途不同呢 凡事鳞分为医药凡事鳞 普通凡事鳞和工业凡事鳞 下面我们主要说一下医药凡事鳞的用途 凡事鳞呢 因为它不容易被皮肤吸收 所以涂抹在皮肤表面呢 可以形成一层薄膜 所以阻碍水分的流失 可以使得皮肤处于一个湿润的状态 其次凡事鳞呢 可以阻隔空气中的细菌 对皮肤的一个接触 所以使得降低皮肤的感染性 还有就是凡事鳞因为它没有刺激性 人体极少过敏 所以它可以用作原料 而用作一些化妆品 还有药品的一个成分 我们可以制成发油 发蜡 唇膏 还有面霜 护手霜等等 那在生活中呢 就可以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呢 用于涂抹面部 手部和身体的皮肤 使得身体滋润 还可以用作唇膏 可以保持其油脂成分呢 保持唇部的一个水分 要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